美台國安高層會談目前正在華府登場 昨天 中華民國外長吳釗燮 國安會秘書長顧麗雄與美國副國務卿雪曼等人 在華盛頓特區AIT閉門會談7個小時 值得關注的是 吳釗燮是1979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以後 第一位訪問華盛頓特區的現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 據中央社的消息 美台國安高層會談21日 在維吉尼亞州的美國在臺協會AIT華盛頓總部舉行 這次的美台閉門國安會談時間長達7小時 臺灣出席的官員包括吳釗燮 顧麗雄和駐美代表蕭美琴等人 而美國這邊出席的官員有國務院亞太助卿康達 副助卿華自強 還有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瑞特納 國防部副助理部長蔡斯 還有將要接任AIT主席的白宮國家安全會 中國與臺灣事務資深主任羅森伯格等人 目前 美台官方沒有評論和公布相關的消息 英國《金融時報》指出 這是美台之間特殊外交對話的一環 也是1979年 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以後 44年來 臺灣的外交部長首次踏入華府 這被外界解讀是美台外交關係上的重大突破 昨天 多家媒體報導說 臺灣幾位民進黨籍立委表示 蔡英文將會在今年的5、6月期間訪問美國 並且會在母校康奈爾大學發表演講 對此 臺灣外交部表示 安排高層出訪一向是臺灣外交部的重點工作 如果有具體規劃 臺灣總統府以及外交部 都會在適當時主動對外說明 1979年臺美斷交以後 美國對臺灣官員有5個黑名單的限制 就是禁止臺灣政府總統、行政院長、外交部長 還有國防部長等五位官銜的政治人物赴華盛頓訪問 在之後 川普在他的任期 2018年通過了臺灣旅行法 開放了美國所有層級的官員訪問 這也明確地表示了臺灣官員也可以訪問美國 另外 中央社的報導還說到 知情人士透露 臺灣陸軍542旅、333旅聯合兵種營 在今年下半年將會到美國交流 在中共不斷地在台海挑釁的緊張情勢下 這個操作也非常不一般 對此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謝田教授認為 臺灣高層外交部長等官員到美國開閉門會議 確實是臺美外交上的一個重大的突破 是40多年來最高級的會談 並且是公開的到美國土地上的跟美國官員會談 意義非常重大 這反映了美國從外交上給予臺灣更高的地位 更多的外交承認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在軍事合作方面 臺灣的營集的聯合作戰的部隊 所以美國來接受培訓 以前都是排幾連幾的 現在達到迎擊 這也是一個重大的突破 這顯然跟美台關係和美中關係的 現在有些突破發展有巨大的聯繫 我覺得美國已經越來越把中共作為一個真正的敵人 尤其是在俄羅戰爭和中共援助俄羅斯之際 美國方面覺得需要跟臺灣有更多的合作來全面遏制中共 他們談的那些合作內容相信是跟美台進一步的外交和軍事關係有關 也可能跟蔡英文總統即將來美國的訪問有關 從雙方高調的展示來看 蔡英文來美的話 這次很可能以一種官方式的形式來美 而不是像以前 像李登輝總統那樣 或馬英九一樣的順變訪問 就是非正式訪問 相信中共也會對此感到非常憤怒 也可能會有幾些激烈的反應 中共外事辦主任王毅 21日已經抵達了莫斯科 俄媒報導說 王毅這次出行是針對烏克蘭戰爭商討和平計劃的 但是彭博社隨即揭露 王毅的和平計劃的背後還包含要求各國停止向烏克蘭運送武器 而美國風向大變正在轉向給烏克蘭提供戰機 王毅在莫斯科與俄羅斯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帕特魯舍夫會面 會談中他大讚中俄關係 堅若磐石 能夠經得住國際形勢中的任何考驗 而帕特魯舍夫則說 北京是俄羅斯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兩國必須要團結一致的對抗西方 王毅的舉動並不讓外界感到意外 因為就在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期間 抛出習近平要推動俄烏戰的和平計劃以後 西方國家是持普遍的懷疑態度 美方高層就認為 中共試圖玩兩面手法 一邊高喊和平 一邊私下提供武器給俄羅斯 彭博社報導說 中共還沒有公開透露這個計劃的詳細內容 但是一名歐洲官員向彭博社披露說 王毅提到的和平計劃除了包括停火 還可能包含要求西方各國停止向烏克蘭供應武器等等 但實際上 澤連斯基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中已經明確表明 希望西方國家能夠提供長城武器 拜登日前去基辅已經宣布會援助烏克蘭武藝 除此之外 21日昨天 正在基辅訪問的 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共和黨人麥克爾 他就說道 現在華府的風向正在轉向將長城導彈和戰機提供給烏克蘭 Politico上週曾經報導說 烏克蘭持續向美國要求援助遠程武器 這些武器可以打到克里米亞 也可以摧毀頻頻空襲的伊朗無人機 不過拜登政府是拒絕了烏克蘭的請求 而北約最高統帥兼美軍駐歐洲司令部司令卡沃里上將 他也私下遊說美國國會議員要向基辅提供F-16戰機 射程超過100公里的長程導彈以及無人機來協助烏軍的戰鬥 對此資深媒體人唐靖遠先生認為 烏克蘭在士氣還有情報信息方面是佔了優勢 但是缺乏進攻性重裝備 這也是俄烏形成僵持的一個最大原因 所以軍援烏克蘭主戰坦克 先進戰機還有遠程導彈 等於是補齊了烏軍最大的短板 戰場態勢可能因此而產生一個重大的轉折 這也是中共為什麼恐慌急於出面要調停所謂和平的原因 本週五24日是俄烏戰一週年的紀念日 習近平計畫會在聯合國發表和平演說 預計他會提出這份和平計畫 但是彭博社指出中共就是想讓世界相信 他們是能夠結束俄烏戰爭的中立國家 而習近平也想透過和平計畫 讓自己成為一個全球級政治人物 同時塑造出對於中共方面有利的結果 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劉宗元對美國之音說 中共提和平計畫不是為了俄羅斯 而是為了中共它自己 最終的意圖實際上還是為了修復 中共在國際社會上的形象 進而推動幫助中國的經濟 而實際上 澤倫斯基對於北京的這個和平計畫 也沒有抱什麼希望 21日澤倫斯基就表示 他希望聯合國支持烏克蘭自己的和平計畫 烏克蘭的十點和平計畫 包括收服烏克蘭領土 俄軍從全境撤出 以及成立一個特別法庭來起訴俄羅斯的戰爭罪行 還有就是釋放所有戰俘 解決未來衝突 以及簽署文件確認這個戰爭結束等等措施 烏克蘭的這個和平計畫 將會在本週的聯合國大會上進行表決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德就表示 有68個國家已經成為這個決議案的共同提案國 大家都強烈的敦促所有會員國要支持這項決議 將票投給和平 聯大決議案沒有法律的約束力 但具有政治影響力 聯大預計會在明天就俄乌戰爭召開緊急特別會議 安排多個國家的代表會發言 決議案會在23日會議結束的時候交付表決 據消息說 普京也可能會在同一天在聯大上會提出自己的草案 據《衛報》的報導說 美國知名線上科幻雜誌克拉克世界創始人 兼編輯克拉克近日宣布 它的雜誌將暫停接收投稿 原因就是聊天機器人ChatGPT出現以後 由AI產生的稿件泛濫成災 僅2月份就收到了500篇這樣的投稿 是實在受不了了 克拉克說 這個雜誌是少數接收投稿 並且復稿費的平台 因此也吸引了網紅的注意 但同時也被那些 想利用AI快速致富的人盯上了 他說 過去每個月收到的投稿中 僅有10篇左右是抄襲嫌疑的 但是隨著ChatGPT越來越火 AI語言模型被推上了主流地位 有問題的投稿就越來越多 今年1月份 他們收到了100份左右這樣的稿件 使他不得不禁止那些有問題的作者再投稿 而本月份他到目前為止已經禁止了500名 這樣有問題的作者再投稿了 克拉克在一篇文章中就說到 我遇到的情況絕對不是一個個例 這種情況似乎確實正在衝擊較高規格的市場 克拉克認為原來的方法顯然已經行不通了 他擔心這種做法會對新秀作家造成更多障礙 克拉克痛批那些推廣ChatGPT可以輕鬆賺錢的人 他說這些人都是科幻小說的圈外人 他承認關閉投稿是一種極端的手段 但這種問題不解決他也沒有辦法 在解決辦法出爐前 他不會考慮刊登那些有問題的作品 克拉克世界曾經刊登過 《范德邁爾 李允夏 瓦倫特等知名科幻作家的作品》 是少數接受新秀作家投稿 並支付稿費的出版商之一 普京的擴張野心恐怕不僅僅是烏克蘭 就連身邊的盟友小弟都不放過 近期一份洩漏的文件顯示 俄羅斯計劃在未來10年完成控制鄰國白俄羅斯 雅虎新聞獲得了普京行政辦公室洩露的 2021年秋季發布的內部戰略文件 雅虎與一個國際調查記者團隊一起獲得了這份文件 他們包括德國 瑞典 波蘭 愛沙尼亞和烏克蘭的媒體組織 以及白俄羅斯的一家調查機構 和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調查組織檔案中心的俄語網站 揭露的文件顯示 在2030年之前 白俄羅斯將與俄羅斯合併成為一個聯盟國 文件詳細描述了俄羅斯如何將明斯克的政治 軍事 國防 人道主義 貿易和經濟 與莫斯科一體化成為所謂的聯盟國的一部分 美國駐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大使卡彭特表示 俄羅斯對白俄羅斯的目標與對烏克蘭的目標是相同的 只是對白俄羅斯 俄羅斯會用脅迫的手段而不是戰爭 但最終的目標仍然是大規模的合併 報導中還說到 一個面積與坎薩斯州相當 擁有930萬人口的白俄羅斯 最終會失去他們的主權 淪為莫斯科的一個衛星國 白俄羅斯人將受克里姆林宮的擺佈 同時 白俄羅斯的歐洲鄰國也將面臨安全威脅 不過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他在2020年大選以後 殘酷地鎮壓群眾的抗議活動 並終止了與歐洲的合作 歐安組織就認為 白俄羅斯的選舉是虛偽的 並且大規模和系統的侵犯了人權 而白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 他就說道 如果不是普京 盧卡申科恐怕就活不下去了 因此 盧卡申科現在正在用 白俄羅斯的主權回報普京 位於美國紐約上週的北方醫療中心 近日推出了一項健康計劃 力求為當地警察緩解職業壓力 改善健康 請看本臺記者的詳細報導 通過壓力測試 來確定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困擾病人 並對症下藥 這是北方醫學中心最新推出的健康計劃 與紐約中城城縣的警察局合作 為期12個禮拜 對象是警員和他們的家人 健康試點計劃首席醫師楊錦端博士說 這個保健項目是為警員們量身定做的 幫助他們緩解精神壓力 減少疼痛 改善睡眠 提高健康水平 這項計劃將關注五個方面 包括身體、心塵代謝、精力充沛、心理和精神健康 紐約上周中城的警察局長和警員 都對這項一戰式的健康計劃充滿期待 北方醫療中心是紐約上周中城一家迅速發展的診所 為當地社區提供廣泛的醫療服務和健康計劃 楊錦端博士表示 希望在未來能擴大計劃 能為更多的社區民眾服務 為更多的社區帶來健康福祉 希望之聲記者夏明 陳騰 紐約採訪報導 好 感謝您關注今天的北美新聞 今天咱們提到 台灣的外交部長正在美國和美國高層開閉門會議 這也是44年來的首次 您認為美台之間的這種互動 中共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請留言討論 我是小蘭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別忘記點贊、留言、訂閱和轉發我們的節目 另外 我們希望您能留下您的郵箱 方便我們能及時為您發送最新的資訊 以及優惠政策 相關的鏈接我們已經在留言區置頂了 請您支持我們